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提高硬度就把虫胶里头混入了很多石墨 现在的黑胶唱片都是PC 就是一种塑料材料 也是不硬度不够 所以也加入了石墨 有红的 有绿的 有蓝的 甚至有人叫彩胶 从唱片的角度来说 如果不是黑的 它就不会具备那么高的硬度 也就是说这种唱片的使用寿命要远远比黑的低的多 所以大家还是把它叫黑胶 如果有可能的话 大家再选择 除了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情况下 还是建议选择黑色的唱片比较好 黑胶要怎么样去保存放久啊 是要保养的 只要注意两点 第一呢 不要让它受潮 因为它是塑料嘛 特别是它的包装都是纸质的 如果受潮了以后 很容易长霉 这个霉呢 会把唱片进行一定的腐蚀 第二个呢 保存黑胶注意呢 一定要力气来放 唱片不能平躺的 越力气来放 唱片越不容易弯 平躺才来了 唱片就很容易弯 它一旦弯了就会影响到很多效果 另外在使用过程中呢 建议大家比较认真的调整一下 增压 唱片的压力 如果增压过大的话 对唱片模索比较厉害 所以不要用太差的唱机 比如说一个路门的发烧友 他想要听的话 他怎么选这个机器 它的价位大概是怎么样 有什么就是要注意的 这个呢 会涉及到唱机内部的一些结构问题 刚才我讲到 为了保住唱片 不要用到太差的唱机 实际上太差唱机呢 首先我们先说 黑胶唱机上面有个唱头 上面有唱针 这种唱针呢 粗略的分类 分为三种 一种叫MC 一种叫MM MC呢就是Muin Coil 就是动圈唱头 MM是Muin Magic 是动词唱头 还有一种呢 是压电唱头 这种唱头非常不好 便宜的也就是一两块钱 贵的也就五六块钱 最后很粗糙 而且和这种唱头配合的唱臂呢 也很粗糙 增压的重量完全没办法控制 这样很容易磨损唱片 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从MM唱头的唱机开始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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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